好了,我们来进行第二课,重视进入单评机技能的学习 那这节课呢,我们的标题是点亮你的LED 任务非常简单,但是需要大家了解单评机基础知识的内容比较多 尤其是对于初学者,刚开始要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单评机的概念 就是建立一个单评机的框架,就相当于认识单评机 第一次认识,第一次亲密接触 课程最后会通过点亮一个LED小灯,来增加初学者对单评机的兴趣和信心 那么要学习单评机,首先我们要知道单评机的资源是什么 什么是单评机的资源 在这里我们讲单评机的资源,是和传统单评机那些书籍讲的 比如说什么中央处理器,什么运算器,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里讲的内部资源是指我们作为单评机的应户 单评机可以提供给我们实用的东西 这就叫单评机的资源 那么我总结起来,单评机内部三大主要资源 第一个资源是Flash,重序存储工坚 第二个是RAM,内存 第三个是SFR,特殊更多计存器 那么我现在就是逐一的把这三块资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下它 那在早期的单评机主要是用OTP Room来存储单评机的程序 OTP Room就是One Time 程序只能写入一次 如果发现我们这个程序错了 没办法,只能换一片,重新写入 那随着技术的提高,Flash诞生了 Flash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 第一个呢,它可以重复它写 重复它写就是次数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实际上平常用的那个U盘 它的内部就是Flash 大概就是说正常单评机来说 它的它写次数是十万到一百万次之间 像我们板子上用的这个单评机 它可以重复它写十万次 第二个呢,它是容量大 这个成本低 容量大就是我 它可以存储的这个程序非常多 而且它成本比以前的这个Room要低得多 因此呢 实际上Flash现在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单评机的程序存储器 对于单评机来说 我们用Flash来存储程序 它最大的意义在于这个锻炼后数据不丢失 这个情况就类似于我们电脑硬盘 这个存储的那些 比如说电影 文档 音乐 等文件 那么我们把电脑关闭之后或者是锻炼之后 下次重开电脑 这所有的文件照样还存在 因为 所以说对于单评机来说 我们一旦下载进去一次程序之后 这个系统在运行了 不管锻炼还是怎么样 那下次重新打开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这个单评机系统还会正常工作 因为它的重序还存在 没有丢掉 那这就是重序存储空间Flash 第二概念是RAM 数据存储空间 这个RAM和我们电脑的内存是一个概念 它用来存储我们中间运算过程中产生和需要的一些数据 最典型的比喻是我们就是用的那种手按的计算器 那么我们计算器 计算个加减法或者重处法 一些中间数据 它都要保存在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RAM 这个区域的特点是 关电后数据就会丢失 因此我们比如说用计算器的时候 每次重开 每次重开 它里边的数据都会归零 就是它里边的数据全部丢失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 它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读写速度非常快 就是我们可以运算的时候 因为运算的时候我们希望尽可能的运算的快 那么读写就不能产生一个平静 因此它读写速度非常快 就可以作为运算的中间存储 第二个特点 它理论上是可以无限次插写的 无限次写入 那么就如同我们现在去买内存桥 现在很多厂家直接说终身宝 因为它实际上从理论上来讲 它是无限次的 无限次 那么总到这个内存真的让你给写坏的话 那么说明你电脑其他的配件基本上就已经废了 或者说已经这个电脑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说这个内存它是寿命无限 不管怎么运行 它都不会坏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所以它可以作为我们内存 用来存储我们中间的数据 第三个概念是第三个资源 是SFR 特殊功能集成器 这个概念也不太好 不太好大比方 但是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记住它 认识它 这就是我上节课的说的 鹦鹉学舌 是刚开始我们必须要认识它 特殊功能集成器 我们学习单变机 实际上就在学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说最主要 很主要的一部分就在学它 单变机内部有很多功能 每个功能都对应一个 或者多个特殊功能集成器 也就是SFR 英文是Special Function Regist 我们就是通过对SFR的读写配置 来实现单变机多种多样的功能 这个SFR没法去给大家举例 但是大家要记住它 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认识它了 那么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说对单变机的三大资源 已经有了解了 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五一单变机 我们选择五一单变机的学习 我们要对五一单变机来一个认识 通常来讲 我们所说的 一说到五一单变机 使得都是建议英特尔公司 这个MCS-51体系架构的一系列单变机 五一是它的 五一单变机是它的一个通俗的简称 也就是说MCS-51体系架构是英特尔公司发明的 它发明了这个体系架构之后 全球有很多半导体厂商 就是做单变机的这些厂商 都把这个架构 拿过来来制造生产 具体的单变机 就是五一单变机芯片 比如说 Atmel公司的AT89C52 AT89S52 菲利浦公司的P89V51 P89C51 那么我们包括我们 这个今天要学习的是 我们国产的 红军公司的 这个红军科技的 ST789C52 那么具体的形化 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 但是他们的原理 操作方式 编写程序的方式 重续开发环境 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 大家要知道这么回事 以后说五一单变机 有很多人过来问 你这个是MCS51吗 是什么 只要是MCS51 只是一个体系架构 很多很多 只要是符合 这个体系架构的单变机 都叫做五一单变机 那么单变机内部资源 我们也清楚了 我们也知道了 五一单变机了 我们来聊几一下 我们选择这款 ST789C52 RC这款单变机 它都有哪些资源 首先第一个 它有8K的Flash 重续存储空间是8K 这1K也等于1024 它有8K字节 注意这个地方是字节 一字节是8位 大家先记住 慢慢的后边还会了解 它有512字节的RAM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Flash 比较大 8K 8K字节 那么RAM只有512字节 因为我们RAM的成本也高 比Flash 另外 这个RAM需要的 不需要那么大 重续存储需要比较大 那么它的特殊共同计算器 我们后边的 会在后边的课程 用到一个讲一个 用到一个讲一个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它的额外的资源 就是比如说32个RAM口 三个定试器 一个UART 八个中断言 这些大家先认识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 现在需要非得弄明白 那么我们了解了单片机 把单片机已经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要学单片机 我们要想单片机运行起来程序 就要增加一些外围电路 那么对于单片机来说 要想让它正常工作 运行程序 首先就引入了一个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概念 什么是单片机最小系统 单片机最小系统 也叫做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 是指用最少的元器件 最小的元器件 搭建起来的 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 那么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分为三要素 就是电源经振复位 电源电路 经振电路和复位电路 它的特点就是 单片机可以运行程序 是单片机控制系统的核心 那么我们把这个 我们板子上 这块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原理图 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单片机电路 单片机电路 大家看 我们它的所有R口都引出来了 那么它的电源电路 就是在左下角这个位置上 那么经振电路在右下角这个位置上 它的复位是九角 这个标号是九 然后接在了RST上 这个复位电路 我是坐在了 因为我们单片机 这个原理图 画原理图的时候 是分块画的 就是每一块一块工能 每一块一块工能 这样的话 就会方便我们理解和维护 那么单片机复位电路 我们在上面 这个位置上 那么我把这两块 这两块电路合成一个 加到我们的这个PPT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单片机 最小系统电路 再来再讲 讲解这个单片机系统 那个最小最小系统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两个 就是单片机 这个原理图 看原理图的技巧 第一个小知识 第一个小技巧 是电路中放置在连线上的字符 叫做网络标号 相同名字的网络标号 表示这两处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 比如说我们看 这个在左上 左上方有个P1.0 有个ENLED 包括下边的什么RST 包括右侧的这些 这都是网络标号 那么同样网络标号的 相同网络标号的 它表示连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这个位置 有个RST 它和左侧这个电路的RST 它俩实际上是物理上 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之所以分开 是为了我们原理图上的清洗 因为我们是一个巨大的网络 巨大的连线网络 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器件都连过来的话 那花花绿绿弯弯勾勾的线就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就用这种网络标号 就可以清晰的告诉大家 我们每一个器件是如何连接的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第二个知识点是 我们看单边机 尤其是这种芯片类的 它的引角标号和原理图 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 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左上角是P.0 右上角是P0.0 但是它的实际物理位置 就不一定是如此 因为原理图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它的原理的 而实际位置叫做封装图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是单拼机的封装图 封装图的看法是什么东西 对于这种DIP封装的 这种单拼机这种芯片来说 它是从左上方 左上方是一角 然后以密使针旋转 左下方就是二十角 右下方就是二十一角 右上方就是四十角 大家看内部的这个标号 就是指单拼机的引角号 那么我们在画原理图的时候 如何和单拼机的这个封装图对应起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原理图外侧这条线上 都有一个序号 这个序号就是单面积的引角号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四十 有个二十 这个二十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下边这个图的二十 四十呢 对应的就是右上角这个四十 我们用 我们就是用这个引角号来代表它的具体位置 大家要记住原理图 看原理图的时候 看原理图的时候 这个引角位置和这个标号是一样的 而并非和这个原理图的实际位置 就是放置的位置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指示点 那么了解了这个知识点 我就来给大家剖析这个单拼机的这条系统 首先是它的电源电路 电源在我们这个单拼机的是左下方四十引角和二十引角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我们所有的家用电器必须要供电 你不供电的话是没法工作的 对于我们主流的单拼机来说 单拼机的电源分为五伏和3.3伏这两个标准 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更低的单拼机系统 我们暂写不讲 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用不到 我们左选的这个STC89C12RC 它需要的是五伏系统 那么我们用的这个它供电是用USB口 我们电脑的USB口 它可以直接输出一个五伏电 那么通过这个USB口的五伏给我们单拼机系统供电 那么对于这个单拼机系统来讲 它的四十角就是电源的正极 二十角就是电源的负极 习惯上在我们数字电路里边 正极VCG 负极叫GND 就是说四十角是正极 二十角是负极 和电池的正极负极是一个概念 那么正极和负极之间 我们加了一个C21 这个0.1微法的电容 这个电容的作用 我们下几课再详细介绍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初中就学过 电容可以隔离直流通交流 而我们单拼机工作的电 我们单拼机工作是直流电 因此我们加了这样一个电容 加了这样一个电容之后 这个地方相当于断开一样 在理论上相当于断开 我们可以不用去理会 这就是我们的电源电路 那么第二个电路是精正电路 精正电路在右侧这个地方 这个Y2就是一个精正 精正我们又叫它为精体震荡器 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注定一声都是不停的震荡的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给我们单拼机内部 提供一个基准信号 类似于我们部队上就是比如说走方队的时候 总是有个喊口号的人 那么单拼机的内部 所有的工作都是以外部的精正为基准部件来进行工作的 那么对于我们的STC89752 它的18角19角就是精正的音角 我们接了一个11.0592兆的精正 这个11.0592兆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精正一秒钟可以震荡 11.0592兆次 一兆是十的六次方 可见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单拼机的运行速度就是非常快 它外加了两个20匹发的电容 然后接地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帮助精正起震 并维持这个电荡信号的稳定 这块大家先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再具体详细讲 第三个部分就是它的复位电路 左侧它的复位电路 这个复位电路它如何起作用的 就是我们先不讲 我们这节课先讲复位电路 它在单拼机里边它起到的是什么作用 那么这个复位电路 这个IST引脚直接 IST引脚直接接到了我们的这个九脚上 接到了九脚上 就是可以给单拼机起到复位 复位呢 单拼机的复位 一般情况下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上电复位 第二种叫手动复位 第三种叫重序自动复位 你比如说 假设我们单拼机重序 一共有100行 当运行到 当有一次一下运行到 运行到50行的时候 突然停电了 这个时候呢 单拼机内部 有的区域数据就会丢掉 有的区域 它数据就没有丢掉 那么下次打开设备的时候 我们希望单拼机能正常运行 所以呢 每次上电 单拼机都要进行一个内部初始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可以理解为 上电复位 它可以保证单拼机 每次都是从一个固定的 相同的状态开始工作 那么这个过程就和我们电脑的这个电源开关是一个意思 我们电脑每次打开开关 它都会从最开始 然后慢慢的进入系统 慢慢的打开我们的这个电脑桌桌面 这样就是一个初始化的过程 也叫做复位过程 实际上它是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这就是商店复位 那么当我们重序运行的时候 如果遭受到意外干扰 或者是导致这个重序子机 重序跑飞 就是单拼机 不响应了 会出现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按下一个复位按键 要重序重新初始化 重新运行 大家看我们左侧这个RESET印象 RESET这个地方有一个K17 这是一个按键 K17这个按键 这就是一个复位按键 它其他的作用就和我们电脑上 我们现在大多数电脑都还有重启按钮 这个重启按钮 其实就是一个复位按键 那么当重序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当重序死机或者跑飞的时候 我们单拼机 还会有一种自动复位机制 比如说我们以后可能会遇到的开门狗 或者说我们在有一些情况下 希望我们的三片机自动复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让重序 这个时候叫做重序自动复位 那么对于我们电脑来讲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安装完了软件 它会提示我们重启电脑 是否重启电脑 我们点试 它就会自动重启电脑 这就是自动复位 那么这就是复位 复位电脑 对单拼机起到的作用 如何起作用的 我们以后再讲 那么电源 精震 复位 它构成了单拼机最小系统的三要素 也就是说一个单拼机 只要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它只要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电源电路 复位电路 精震电路 并且这三个条件 给的很正常 正常工作的话 那么这个单拼机 就可以运行下载 运行我们下载的程序了 其他的 比如说LED 小灯 数码管 夜间等设备 都属于单拼机的外设 我们最终完成的 这个单拼机的功能 实际上是 我们把我们写好的程序 下载到单拼机里边 然后来控制各种各样的外设 这就是单拼机的最小系统 我们先讲了单拼机 内部有什么资源 可以给我们硬 然后讲 单拼机最小系统 也就是说 有了单拼机最小系统 单拼机可以工作了 那么我们要控制外设 不仅仅要学习单拼机 那么我们下面来学习 今天的第一个外设 LED小灯 LED小灯 也叫做发光二极管 从它的名字来 可以看出来 它本身就是一个二极管 因此它具备了 二极管的一些特征 就是它可以正向导通 反向截止 这是二极管的一个特征 那么我们在我们 在我们板子上用到的 都是贴片LED 就是左侧这样 出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板子上原理图 在我们USB接口这个地方 我们加了一个LED小灯 接口这个地方 那么左侧 这个是USB的座 USB这个座 一共有六个引脚 其中五脚和六脚 是后边 起到固定作用的爪子 它是接外壳的 那么我们直接把它接到GND 也就是说单片机的负极 那么一脚和四脚 就是我们电脑输出的 电源正极和负极 然后接了一个保险丝 这个保险丝 在正常工作的时候 就和导线是完全一样的 和导线是完全一样的 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后级不小心 把电路弄短路了 短路的时候 这个电路电流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保险丝 一旦检测到这个电流过大 它就会自动熔断 自动熔断呢 可以保护我们后级的电路 而且还可以保护我们电脑的USB口 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但是呢 当我们这个后级的电路 这个短路消除 正常工作了 这个自恢复保险丝 又会恢复到连接状态 这个保险丝就是叫做自恢复保险丝 就是这个意思 电源正极 进入这个2这个位置 2这个位置呢 它接了一个C16475A的电容 那么还是刚才那句话 我们电容是隔离直流的 这个电容的作用 我们下节课再讲 我们只看左边 接了一个LED1 这个小东 那么小东呢 在在理论上 我们是有分为这个阳极和阴极 上面接正五幅的呢 就是阳极 下边就是阴极 我们习惯上 有时候也叫做正极和负极 为了方便啊 那么下边这个电源开关 供电电路 它开完按下之后 它这个电五幅电就会过来 过来之后呢 它还是接了两个电容 还是下节课讲 然后右侧又接了一个LED小东 并且建了一个电子组 那么上面这个USB口 这个接口电路啊 我们插上这个小东 插上这个USB口 这个小东就会点亮 它是用来我们 只是我们电源的 就是插上之后 我们小东点亮 我们正常供电了 下边呢 就是按下开关 小东点亮 就是告诉我们 按下开关 接触正常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USB口拔下来 然后插上我们USB 大家看 我们这个小东就可以点亮了 然后呢 我按下开关 看第二个小东就点亮了 这个位置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这两个东了 这两个小东 发光二级管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小东的 它的特性 这个小东的LED 发光二级管呢 它是靠电流驱动的 什么叫电流驱动 也就是说 它的电流达到一定的值 它才能正常的发光 它才能工作 正常工作 那么它的电流范围 大概是1到20毫安 1到20毫安 也就是说 从1毫安到20毫安之间呢 它才会正常的点亮 那么它在1毫安以下呢 它小东就不会点亮 1毫安到5毫安呢 随着这个电流的增加 这个亮度就会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到了5毫安呢 它再增加电流的话 它基本就不变了 亮度就不变了 那么5毫安到20毫安呢 它是一个正常的 比较亮的一个状态 如果大于20毫安 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危险了 这个小东就很容易烧坏 而且电流越大 烧坏的越快 电流越大烧坏的越快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右侧 这条支路给摘取出来 因为它从电源的正极 经过了小东 经过了电阻 流进了电源的负极 已经形成了一个环路了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一条支路给摘取出来 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电路 刚才我们讲 我讲这个 这个LED小东 它是靠电流取走的 但是它本身的电压 大概是个固定值 像这种贴片LED的小东的电压 大概是1.8V到2.2V之间 那么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在电路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是大概的认为 它是两V 那么它本身就是有两V电压的话 那么我们VCC是5V 那么也就是说 有大概三V的电压 加在了我们这个R34上 那么这个三V的电压 加在R34上 我们这个R34的电阻 到底用多大呢 但很多同学 就是设计电路的时候 问我 就是老师 那么我们用电容 用电阻都用多大的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我们第一个电阻参数的计算 刚才讲了 我们正常工作 是1到20毫安 1到20毫安 那么这个电阻本身 它占的电压是三V 那么我们用三V除以20毫安 和三V除以1毫安 这个欧姆定律 这个我想初中就学过 就把这个电阻的 这个组织范围 就计算出来了 那大概是150毫到3K 这个电阻值的大小的变化 它直接限制了 这条支路的 这个电流的大小 因此呢 我们这个电阻 通常称之为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 它的命名 就从这里来的 我们在我们这个原理图上 用到这个电阻是1K 可以计算出 我们这条支路的 这个电流就是三毫安 这就是我们这个小灯 始终始终是亮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小灯 我们现在学习单片机 我们要学会如何点亮小灯 或者熄灭小灯 那么我们要用单片机去控制它 因此我们把这个 这条支路的这个电路 给改进一下 改成这个图 大家看 我们把右侧基因地 换成了一个P0.0引脚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VCC是5V 那么我们P0.0 我们可以让单片机输出一个高电瓶 当它输出高电瓶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5V 那么 左侧是5V 右侧是5V 它们没有电压差 也就是没有电流通过 它没有电流通过的话 这个小灯就不会点亮 那么我们还可以用程序 给P0.0一个低电瓶 给它低电瓶 那么和基因地完全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有电压差 有电压差的话 它就有电流流过 有电流流过 就可以点亮这个LD小灯 因此我们其实就是用程序 来让P0.0输出一个高电瓶 或者输出一个低电瓶 来控制小灯的亮面 就是这么简单 因此我们下面就可以用编写程序 来实现小灯点亮或者是熄灭 那么在程序代码的编写刚开始 大家还是得耐心点 来了解一些特殊的语句 因为不同的单片机 他们往往除了细语言通用语句之外 往往有那么几条 仅有的几条特殊的语句 这特殊的语句 主要是指向单片机内部一些资源的 那51单片机就有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来了解两条 第一条是SFR P0等于0S80这条 SFR这个关键字 大家一看 好像前面认识过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 前面讲特殊工程计算器 就是SFR 实际上这个关键字在编程的时候 就是51单片机所特有的 它就是定义了一个单片机特殊工程计算器的位置 就是存储位置 我来看一下 下边我画了一个简易的图 假如我们的特殊工程计算器 一共有12个 那么每一个它控制的工程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比如说P0 P0是单片机的L口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单片机的最左上方 这个从32角到39角 P0.0就是39角 P0.1就是38角 一直到P0.732角 它是单片机 就是51单片机的一个功能 功能控制 那么我们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编程软件 我们这个P0控制是哪一个计算器 是3号还是7号还是11号 那我们要告诉它这个号 那么也就是说SFR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它起到0X80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编程软件 P0它就在0X80这个位置上 当然这个0X80不是胡乱写的 因为我们单片机一旦做好了 它的特殊共同计存器 就已经固化在单片机的内部了 已经固定好了 因此我们只需要去查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单片机FTC89C52 这个数据手册和89C51是一样的 我们打开它的数据手册 我们找到它的特殊共同计存器的位置 大概在20级页上 我来找找 我们读数据手册是将来之后 将来是避讳的一项技能 这个我们刚开始先带着大家来看 来看在这个21页 有一个特殊共同计存器映像 SFR mapping 那么这里就指定了我们这个 STC89C52 每一个特殊共同计存器 它所在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找到我们刚才的这个P0 大家看 P080H 80H和0X80 0X代表的是16进制 但我们有一些场合也叫80H 它代表的也是16进制 16进制的功能 我们后面还会讲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就很好理解 P0就是80H 那么我们单片机 这个单片机 有32个L口 分为四度 P0 P1 P2 P3 他们的位置分别就是 80H 90H A0H 和B0H 对于现在一些扩展的单片机 它还有P4 P4是扩展的 我们暂且不去讲它 只讲P0 P1 P2 P3 这四个 这四组L口 就属于我们单片机的资源 在使用之前 我们必须要告诉我们的Kill 就是编程软件一下 告诉它 我们P0就在0X80这个位置上 那么因为单片机 有这么多资源 这么多接送器 那么实际上 我刚才也讲5L单片机的时候 也说了 5L单片机 它们的编程方式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们大量的计算器 它们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因此 编程软件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库 提供了这样一个库 这样的话 我们编写程序的时候 就不需要每一个计算器都写一遍 我们只需要这样写 include ig52.h 就是把这个库文件包含进来 而后我们 它这个库文件里边 所有的特殊功能计算器 都可以直接送给我们用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 专门的把每一个计算器都写出来 这就是SFR的作用 但这个SFR的作用还是要介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将来之后 会用到一些新型的 就是说增强性的5L 增强性的5L 有一些后来添加的功能 添加的特殊功能计算器 如果我们要用的话 在 ig52.h里边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SFR来定义 举个例子 比如说TCON 这个特殊功能计算器 在标准5L里边没有 那么它又在放在 0x88这个位置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 编程的时候 加上这么一句 我们后边就可以直接使用TCON 这个特殊功能计算器了 这是第一条语句 第二条语句是Sbit 我们刚才说 我们一号 比如说它是一个特殊功能计算器 这一个特殊功能计算器 它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有8位 那么我们要单独的控制它一位 其中的一位 就用到了Sbit这个关键字 比如说Sbit LED等于P0 这个小尖头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键盘 按住Shift 在数字键6上方 有这么一个小尖头 小尖头 然后小尖头后边再跟一个0 这表示P0.0引脚 也就是说 我们单片机的 但是就叫P0.0这个引脚 那么我们写上Fbit LED等于P0.0 这样写之后 我们在后边的重序 只要写LED 它代表的就是P0.0这个引脚 方便我们编重映的 主要是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这两条语句 就是513机所特有的两条语句 这节课我们就要来认识它 编写程序去实现一下 在编写程序之前 我们还要啰嗦 因为我们要第一次去编写程序 编写程序需要建立工程 建立文件 这个过程 我必须要给大家讲清楚 大家也要记住 首先我们打开KL软件 我把之前的一个工程 我关掉 那么这是关掉 先不用管它 那么对于每一个程序来说 就是说 不管是点亮LED小灯 还是闪烁小灯 还是流水灯 每一个功能都要对应一个工程 每个功能都要对应一个工程 大家每写一个程序 首先第一步就是建立工程 这个工程作用 比如说就是点亮小灯 我们就要用一个工程 那么点一下project 选一下new project 然后我们选择路径 我们现在学第二课 那么我先建一个文件夹 第二课我们现在这个课程点亮小灯 我就先取名文件夹为LED 那么我的工程名字 我也叫LED 大家注意 这个LED 这工程的名字 扩展名 也就是说已经有了 也就是说是保存类型 它的扩展名是 .u.v.prog .u.v.project 它的扩展名不需要我们添加了 这个地方写好了LED之后 可以直接点保存 点完保存之后 它就会让你选择单片机型号 因为Keyer软件是一个是老外做的 是外国人写的 但是我们用的STC89C52RC是国产的 这国产芯片 它没有就是说加到老外的软件里内入去 因此我们选择单片机的时候 只选择一个替代款就可以了 对于512单片机来说 只要是512内核的都可以选 在这里我们习惯上就还是选英特尔公司 因为这个架构是英特尔公司的 我们打开英特尔公司 选这个随便选一个512内核的 选选好之后点一下OK就可以 我们选这个512内核的 或者说选第一个 这对于我们后边编程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大家注意 所以说不用担心我们选的资源够不够 或者什么东西的 对我们编程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点OK之后 它会出来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是我们在我们编写程序的时候 往往程序会 就是说我们编程软件会给我们一段启动代码 启动代码提供给我们用户用 一些比如说对RAM对集成器一些处理的过程 它就会写在这个启动代码里边 那么这个启动代码刚开始我们是作为初学者 我们不需要去管它的 它是什么样的 我们不用管啊 学到后期有可能了 我们可能会去改这个启动代码里边内容 在这个地方我们点一下试就可以了 点试之后 大家看他这的左边出现一个加号 加号点开又出现一个south group 这个又一个加号 点开加号之后 这个就是启动代码 我们可以不管它 这样的话工程就建立好了 工程建立好之后 我们大家看我们还没有编写 程序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文件来编写程序 新建点find new 注意工程是在project这个地方 文件是在find这个地方 或者说在find下面有这一个小图标 这就是一个快捷键 点一下 出现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需要先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点一下这个south 这个图标 然后我们给我们的这个文件起名字 这个文件名字 我们可以和工程名字一样 也可以不一样 大家可以随便起LED 取好名字之后 因为我们这个文件和工程不一样了 工程已经给我们起好名字了 但是文件的保存类型 它就有多种 比如说我们用系缘编程 我们就要起名为LED.c 如果我们用汇编编程的话 就是LED.asm 后边我们还会学 那个就是投文件 投文件是LED.h 我们这节课先保存LED.c 然后点保存 因为我们一个工程要去管理很多文件 要管理很多文件 就比如说我们一个工程 相当于建一个楼 这楼里边每一个文件相当于一个一层 一层楼 那么这节课我们仅仅学了一栋楼里边 只有一层的相当于一个平房 所以说我们只有一个LED.c文件 那么今后我们会学多个.c文件的 那么为了管理这些文件 所以说我们必须是把这个文件 加到这个工程里边 大家点一下sourcegroup点右键 找到下边有个add find to group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它会直接指向我们刚才建立的LED文件夹内 这个LED.c 我们双击它或者单击.add都可以 它就会 大家看双击完之后 在左侧直接 就会显示出这个LED.c的 点close 下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程序 在这里边进行编写了 那么忙活这么半天 可以说真正的开始编写程序 实际上因为刚开始学必须要给大家建立这个单击机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说前边的工作做了很多 我们正式来编写代码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程序代码实际上点亮小动作程序非常简单 我写大家就跟着抄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等次语言的话 我想你会学起来比较轻松很快 那么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图来编写一个程序 首先 锦号include ig52.h 包含了这个ig52.h 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些内容都添加进来 然后呢 as bit 我们这就可以要点亮一个小灯 因此呢我们 就把这个小灯 在p0.0这个引脚 控制 as bit 一下 然后呢 void man led等于0 那么我首先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第一行的第二第一行程序啊 就是包含特殊功能接吻器 第二行程序呢 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这个as bit 这个小灯 这个小灯接在p0.0引脚上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s bit一定要小写 而p呢一定要大写 s bit小写 p一定大写 void main 这个main函数啊 是c语言 有且仅有一个的 就是每一个c程序啊 包括每个c工程 有且仅有一个man函数 而且必须要有啊 这个是固定的啊 大家只要招着超级就可以了 void是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啊 因为这个程序啊没有返回值 所以说用void void如果有返回值的话 返回值是什么类型 我们前面就要加什么类型 led等于0啊 表示这个点亮小灯啊 就是我针对我们这个图上的给个低电瓶 0就是低 1就是高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程序来说 还有一点就是编写程序的时候 大家要看注意超的时候 注意我标点符号啊 括号 这个地方是个大括号 这是程度存在的 它表示我们这个函数起始和结束位置 还有一个就是每一句 c语言的程序的执行语句 后边都要加分号 表示结束啊 比如说这一句和下边这一句 那么上面这一句呢 是在预编译里边 不不属于这个c语言的程序 所以说不需要加分号 包括这个函数的名字 也不需要加 逻辑上来说呢 程序这样写就可以了 但在实际上 我们这个单评机运行的系统中 存在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程序可以容纳100行程序 就是我们单评机可以容纳100行程序 那么实际上我们写程序 只写了8行 例子到第8行 想完这8行呢 我们单评机从头开始运行 运行到第8行的时候 第9行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所以说呢 其实8行之后的程序啊 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程序 是不确定的未知内容 一旦往下执行呢 程序就可能会出错 或者说导致单评机的自动复位 所以我们通常在程序中要加上一个随循环 让程序停留在我们希望的这个状态下 那比如说我们就点亮一个小灯 那么点亮完小灯之后呢 我们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那持续点亮就可以了 啊 不要乱运行 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参考 那么我都写出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们是使用YLE来实现这一条 YLE的硬法 我们后边还会再讲 这节课就先不讲 大家跟着我来写就可以了 这个YLE是必须要加的 大家注意 然后 这样 这是第一种写法 这个写法的意思是 YLE的语句的意思是 YLE的语句的意思就是 里边的程序啊 就不停反复的执行 比如说我们这个程序 一旦下导到单评机里边 它就会不停的LED等于亮 LED等于亮 LED等于亮 就是成了一个死循环了 啊 一直在LED等于亮 那么还有一种更简易的写法 我们把LED等于亮放到下边 把WAR1放在下边 然后在WAR1后边加一个分号 大家注意刚才我们WAR1是没有加分号的 现在就要加一个分号 啊 这 这样写的意思是 我们先让LED等于0 那就P0.0.0影角 啊 这为D电瓶 那么对于我们单评机硬件来说 只要我们执行了一次 比如说给了一次D电瓶 下次再重新给高电瓶之前啊 这个影角会一直保持低电瓶 所以说我们后边直接WAR1加一个分号 程序就停留在这 就是它点亮一次小灯之后啊 给了一次LED等于亮之后 程序就会一直停在这 不停的就是总带 总带 就相当于一直总带 相当于一个延时 而且这个延时是无限的延时 从这个简易 这个简化度来说 我们更偏正于这个 我们后边写的这个 这条语句 比较简单 那么 这样的语句啊 实际上就可以点亮 成功点亮这个 这个LED小灯 但是 这个程序如果下载到我们单评机里边 是不能把我们板子上的单评机点亮的 单评机这个小灯点亮的 因为呢 在这里大家就要培养一个意识 意思就是 我们不同的单评机变成是针对硬件变成 不同的原理图写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在另外一个板子上写的程序 换一个 这个不同原理图的板子 那么它的程序可能就不运行了 就不一样了 不同的电路图编写的代码是不一样 因此呢 我们刚才写程序是针对这个图来写的程序 如果我们单评机开发板 不是完全的这个图 那么这个程序就不能那么写了 在我们的开发板上 实际上还有一个747138 就381码器 控制了8个LED小灯的总开关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右侧这个地方有8个LED 8个小灯 用来做流水灯的 这个流水灯就是每一个LED 它是由P0.0控制的 但是呢 他们有一个总开关 在上面被这个三机管 被这个HC138给控制的 这块的内容 我们下几课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那么这几课大家就知道 我们这个总开关相当于什么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家 每家每户 我们家里有个电源闸门 然后我们把这个开关 这个闸门给合上之后 我们每一个小灯 就像我们家里每一个房间的 这个小开关 打开这个小开关 这个灯就亮了 但是我们总闸门不开的话 我们小开关怎么打开 这个小灯都不会亮 因此我们还有几条特殊的语句 就是把这个总闸门打开 这几条语句 我这节课就是直写出来 大家照着抄就可以了 那么下节课 我会详细的把这几条语句的用法 为什么写这几条语句 给大家讲出来 那么这里我直接把它给写出来 ADD20等于P1 大家注意我写的是0 不是个O ADDDR1 大家慢慢的照着我抄 注意 看我们这个前面这个Sβ 它是会变颜色的 包括这个字都是有颜色的 这个数字有颜色的 方便我们观察就是有没有写错 每一句后边都有分号 还有一点 大家就要跟着我来了解这个 编程的这个规范性 大家看 我们每一条语句 该加空格的地方 加空格 可以让程序公加美观 尤其是在我们后期的程序维护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问题 加了这条 几条语句说明之后 我们还得对这几条语句 进行复制 这几条语句 这几条语句 它的复制 大家完全超过的就可以了 下节后 我会介绍 这几条语句 怎么用 啰啰啰嗦嗦的 写了这么多 可以说加了十条语句 刚开始 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麻烦 为什么人家有的电路板上 有的书上 他们的程序很简单 就可以点亮小刀 我们这里却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大家要知道 我们做这个开发板 做这个教程 目的就是要给大家讲 如何成为单天机工程师 那么因此 我们不是说 简单的给大家讲 点亮个小刀怎么点 我们电路板设计的时候 要综合考虑 整体的工作性能 大家慢慢学着 随着学习的增多 就会知道我们电路板 体现的功能 到底在哪个地方了 当然了 如果说你设计的电路板 很简单 没有流水灯 它只有一个小洞的话 你也可以 像我这个电路 这样设计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我们 这一套 总套复杂的系统来说 我们这样设计 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是非常专业的设计方式 学到后边 你就知道它的设计价值了 刚开始 大家要信任我们 只要跟着我们学就可以了 重序编写好了 我们要对重序进行编译 生成我们需要的 可以下载到单分机 可以识别的文件 什么意思呢 单分机 它不认识你这些 什么MAN 什么同序 什么细语言 它不认识的 它只认识一个机器码 我们这个Q软件 它实际上是 把我们编写的程序 先转换成汇编 最后转换成机器码 下载到单分机里边的是机器码 是机器码 因此我们要设置一下 在这个target1 右边有一个targetoptions 点一下 然后在device这个地方 大家看 就是我们刚才选的单分机型号 我们刚才已经选过了 这里就可以不选了 我们重点看output这个菜单 output这个菜单 下面有一个createhacksfile 选上 点一下OK 这样的话 就可以产生一个hacks文件了 如果说我们先把它去掉 大家看把它去掉 点rebuild 大家注意 一二三第三个 我们始终都是点第三个就可以了 rebuild all targets 下边就会显示 零错误 零警告 这个错误 零错误零警告 就是我们这个 表示我们这个程序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语法上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hacks选上 我们再变译 下面就会多一行 说creatinghacksfile from LED 就是产生了一个hacks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acks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led.hacks 这就是产生了一个hacks文件 可以供我们下载到单评计里边 那么这里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知识点 介绍知识点之前 大家注意 led.c 左侧产生了一个加号 这个加号点开之后 出现了reg52.h 只要你编译通过零错误零警告 这个reg52.h就会出现 如果你没通过的话 比如说我们程序写错了 编译没通过 那么不是零错误零警告 reg52.h可能就不出现 双击它 大家注意看 你看里边有sfrp0等于080 sfrp1等于090 下边这所有的特殊功能计算器 在reg52.h里边都有了 所以说我们刚开始 只要加上这么一句 加上这么一句 就可以直接用了 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们编写好 这个hex文件之后 编写好这个hex文件之后 很多同学看到 我这个hex文件有1k 1k 那么我们单评器 一共有8k 我们这一个简单的程序 它已经占1k大小了 那么单评器可以存多少程序 大家注意看单评器 就是这个重序 这样单评器 重序存储空间大小 不是在这里看 而是在这里 这里编译完成之后 有一个大小date xdate和code 其中date和xdate 都是指我们的ram内存 它俩加起来就是内存的值 code就是指我们这个 重序存储空间的值 29个字节 我们这个单评器是8k个字节 我们这里才有 才占了29个字节 可以看出这个程序非常小的 占了是ram 是占了9个字节 就是这样 不要误以为是 那个hex文件的大小 那么程序编译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到 我们的单评器里边 在下载之前 我们首先把硬件练好 就是把我们的板子 插到我们电脑上 插到我们电脑上之后 我们看前面 就是讲解会讲 如何驱动 就是下载驱动 安装驱动 然后插上板子 把USB转上口给驱动起来 那么驱动起来之后 在我们的设备管理器里边 就会产生一个com口 这个com口就是供给我们下载程序用的 在我的电脑上是com4 在其他人的电脑上 不一定是com4 大家注意 每个电脑都不完全一样 只要你插上板子 它就有 拔下板子的话 这com口可能就会消失 如果说你是台式机的话 有可能就说你这个 还有一个默认的标准的串口 com1 这个就不多说 我们这个就产生的是com4 这个com口 然后我打开 上级课已经讲过下载软件 就stc-sp 然后我把它放在桌面了 打开之后呢 第一步 第一步step1 选择单分机型号 我们用的是stc89c12rc 大家可以看出来 一个51 光这一家公司就有这么多型号 你看一个加号出来 有这么多具体型号 也就是说我们仅仅是用的 它的一款 选上stc89c12rc 点打 第二步点打开程序文件 打开程序文件呢 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第二个 LED LED.hex 注意别下错了 .hex 然后双击打开 或者单击点打开 第三步是com口 我们这个地方选的 我电脑是com4口 大家选com4口 然后波特率 这个地方全部默认 下面的所有的都是默认 然后呢 其中 其中第四步 有一条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下次能启动 p1.0和p1.1 一定要选 与下载无关 当然了 默认就是与下载无关 千万不要选 等于0 才可以下载 千万不要选后边 一定要选前边 选了后边之后呢 下次下载程序会比较麻烦 这个后边我会介绍一下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选择前面就可以了 一定选择前面 然后呢 这个单击机是能启动的 什么是能启动 就是先点下载 后给单击机上电 那么我现在给它点一下下载 第五步 点下载 点下载完事之后呢 过大概五六秒钟 它会提示你 仍在连接中 请给MCU上电 当出现这个提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按下我们板子上 这个单击机的开关 按下开关呢 这个地方我开了两个 关掉一个 按下开关呢 它就会给有一个下载的过程 我按下开关 大家看 这就会产生一个下载的过程 下载完毕之后呢 这个地方会显示一加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灯 大家注意 LED2这个小灯 已经点亮了 已经点亮 就是最右侧这个小灯 也就是说在我们原理图上 就是LED2这个小灯 成功点亮 那么点亮可以 同样的话 吸变也是可以的 我们只要给它一个高电瓶 LED等于1 然后我们再编译一下 大家注意 我们在重新下载之前 首先要重新选择LED .hex 必须要重新选 你如果不重新选的话 它就还是下载的上一次的程序 就是点亮那个程序 或者说 或者说 你如果在调试程序的时候 可以把这条选上 每次下载重新调入 已打开在环顺区的文件 方便调试实用 作为初学者 你先不用选 多点几次 打开 都点打开重新文件就可以了 然后再点download 等待它提示 然后我们再重新关闭 然后再打开 好 下载进去了 大家看小冬已经熄灭了 也就是说 我们成功的实现了 小冬的亮灭 也就是说 给LED等于0 它就点亮 给LED等于1 它就熄灭 到现在 我们点亮LED小冬的实验已经完成 终于我们迈出了第一步 可以说 是不是感觉也挺好玩的 也不是很难 原理上 那么具体有一些东西 我们后边还得慢慢的加深理解 加深深入学习 那么这几课内容就到这里 那么我来给大家布置两个作业 这两个作业 因为刚开始也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主要通过这几个作业 看完视频之后 要回顾一下 自己翻开PPT 因为我这个PPT也是开放的 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 我课程中是怎么讲的 它是怎么回事 反复不行的话 再看一遍视频 了解一下 第一点 了解一下 普通发光耳机管的参数 掌握线流电子的计算方法 那么发光耳机管是靠电流驱动的 它靠电流驱动 它的电流范围在哪个范围 当然了 不同的形化的发光耳机管 也不完全一样 那么就我们板子上用的这种来说 它是1到20毫安 那么而且它本身的电压是2V左右 那么线流电子计算方法 就是一个欧目定律 很简单 第二个要理解单片机最小系统 单片机外围电路 Flash RAM SFR 这些基本的概念 单片机最小系统是什么电源电路 经济电路 复位电路 外围电路有小钟 什么内部的资源有Flash RAM SFR 这些首先我们要认识它 随着我们后边 继续的学习 认识多了 你就知道了这些东西是谁了 和英雾学舌 叫爸爸妈妈是一样的 第三个是了解KR软件的基本应法和单片机编程流程 能够独立完成编程下载等基本操作 那么这个KR软件的使用 第一点是我带着大家来进行的 那么后边 大家这所有的探探都有很多 我们得慢慢的学 因此 刚开始 我操作这些 大家必须要掌握 自己多练几遍 把这些全部都明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